而花莲现在今年入选了世界名校麻省理工的区域创业加速计划 之后不仅是有麻省理工的资源 协助整合花莲的产观学界加强创新核心团队 未来还会有更多的机会让世界走进花莲 让花莲走向世界 收拿花莲县府以及世界走进花莲看板 花莲县长许真卫开心宣布 花莲县入选了世界名校麻省理工学院的区域创业加速计划 计划简称为MITREAP 可以和麻省理工资源有更多的连结 整合城市的产观学 创投新创等领域 推进城市的创新经营模式和团队 他认为说花莲在现场的待遇之下 还有整个团队呈现的愿景 还有我们这个stateholder所有表现出来对这件事情的承诺 现场更邀请了来自东京福岡和台湾产业的重要关系人士 参与圆桌会谈 期待花莲能更针对未来优势产业 链接国际投资人与企业 在健康循环经济 永续观光上创造优势 而在0403之后其实我们更在思考那花莲如何在政策的推动里面 我们怎么样去让花莲蜕变 我们有符合ESG 我们有符合我们的任性城市 我们更有健康城市 所以这些都是未来在推定的方向 我们如何去订定 然后如何找到世界的盟友来给予花莲更多的意见 徐真卫表示花莲需要更多的创新人才 打造友善国际创业环境 保护这里的好山好水 让花莲走向世界 让世界走进花莲 记者许家圣李凡飞花莲报道